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TOE 3.21的騎手拖荒流派推薦 最近這個版本改動的還是算蠻多的 主要是在專精的部分 其他的地方是改動沒有那麼多 我推薦你這三個算是蠻安全的流派 那我們首先來講到的第一個就是 對眼的閃電劍 那閃電劍拖荒後期是可以把它轉成龍捲 那你有錢一點的話也可以玩全隻 那相信大家有在關注的話應該知道 很多人都會推閃電劍拖荒 那弓箭拖荒相信大家也知道啦 這版本就是多了蠻多好處的 第一閃電劍就是多了瓦爾技能 那這個瓦爾技能的解釋是說 瓦爾閃電箭矢發射一連串穿刺的箭矢 擊中任何敵人時造成雷擊 箭矢飛行一段時間後或者是擊中障礙物 會改變隨機方向繼續飛行 那多了一個瓦爾技能就是多了一個爆發嘛 那第二個好處就是他 額外投射物的部分 首先你在天賦跟專精可以拿到額外兩個投射物 如果你是選銳眼的話 你第二個昇華又可以再另外拿到兩個額外投射物 那非常輕鬆大概在拓荒期間你就有五個投射物了 非常爽 那取消的是因為那個追憶的追憶詞 額外投射物的追憶詞 但是應該沒有幾個人有拿過那個追憶詞 因為那個超級貴的 所以他把這個砍掉對我們來說應該是沒有什麼影響的 然後他在天賦跟專精另外給你兩個外投射物 拓荒起來就是非常輕鬆會輕鬆很多啦 差不多等於你多一連啦 因為算起來是算差不多省了一個高階多重輔助吧 可能沒有那麼多啦 可能多個0.7連吧 那這一隻在拓荒階段也是不綁一些高架裝備或者是傳奇裝的 算是一個蠻中規中矩的拓荒流派啦 那如果你後期你有投入足夠多的資金的話 他後期傷害也是蠻高的齁 天花板也很高 所以不用擔心說你這隻後期無力的問題 如果有在關注改版消息的話應該會看 大多數最熱門的推薦的流派應該就是瑞岩的閃電劍的啦 因為額外投射物是真的差蠻多的齁 那第二個要推薦的話就是爆炸劍圖騰 欸沒錯又是爆炸劍圖騰 應該已經流行了大概4技5技了吧 那主要是這一次爆炸劍圖騰是幾乎沒有被動到啦 比較嚴重的影響的話就是只有說 你角色死掉的話你的圖騰會跟著消失 那你就不能再像之前一樣啊 你死掉了還在靠圖騰輸出 那這一點其實還好啦 就是比較不能疊屍體而已啊 還有法壓的影響就是少了那個加12點的法壓鑽金 你在找法壓的時候你壓力會比較大一點 不過他取代的是他有給你法壓幸運 這一點鑽金改成法壓幸運值 那實際的作用等遊戲上限會比較清楚一點 但是給你一個法壓幸運讓你在初期的時候 你法壓還沒滿的時候壓力會小一點 那初期比較要注意的點就是那顆珠寶的取得啦 碎觸魚 上一版的話在國際服價格非常貴齁 我記得好像在第一天他好像有5D還6D的價格吧 那如果你不要買的話也是可以啦 那這個流派的成長也是算蠻不錯的 後期上限也是很高 你要打王啊或者是刷圖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而且已經經過很多個版本的考驗了啦 可以參考的對象也非常多 你就看就像老P嘛 他玩了好多技的爆炸箭圖騰啦 也不知道要抄誰的話去抄他的啦 那第三個的話我會推薦說冰持續商 主要的話是去玩秘術啦 但是這兩天他那個陣容哥他有出一個新的影片 他是用詐欺去玩 可以去看看他玩的詐欺啦 講解的也蠻詳細的 那這一隻的話主要也是 版本改動沒有什麼動刀 比較要說的話是專精有點差異啦 但是差異其實還好 然後這一隻的話是比較懶人啦 主要輸出你就是靠漩渦跟寒霜滲透就好了 而且冰持續商他也是不怎麼綁裝備或者是傳奇 在拖荒的時候不綁啦 但是你如果後期要提升裝備的時候 你還是需要一些傳奇裝備 其他增傷的話你就放一個雙爆啊 或者是寒霜爆看你個人啦 那重點是說這一隻成長的曲線沒有那麼好 你到中期或者是後期你會覺得傷害會有點不夠 那那一段時間就會比較痛苦一點 那其他推薦的流派還是有很多啦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要玩什麼的話 我後面講的幾個你再參考看看 都是算蠻不錯的開荒流派啦 像是...像是勇士的碎骨啊 或者是詐欺俠客的盾頭 那這個盾頭我也是玩過兩三季的啦 那這一季再來玩還是沒什麼問題 還是可以繼續玩 而且俠客有多一個那個珠寶 傳奇珠寶 但是那一顆珠寶應該是比較難取得啦 還有將軍戰侯啊 死靈的絲暴啊 陣火 陣火的話你用那個老頭玩 或者是用勇士都可以啦 這幾個都是可以玩 而且還算是蠻安全的流派欸 以拓荒來說都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最後面再補充兩個流派好了 第一個是那個...猛毒迴旋 猛毒迴旋的話上一季也是我的開荒流派 那我是看了那個外國玩家Coby 他在3.20快要改版的時候 他連續出了三四支影片在吹猛毒迴旋 但我實際玩了以後我還是發現有些有問題啦 雖然他多了瓦爾技能在打王的爆發上面 算是比較好一點 但是他也是有一點後期無力 我是勸你說如果你對這個技能 比較熟悉的話你再去玩 那如果你不熟悉這個技能的話 你也會跟我一樣會有一點... 呃...後期無力啦 我是這麼覺得 我覺得沒有他吹的那麼厲害 那我記得台服玩家也有一個王黑桃 他好像也是玩猛毒迴旋蠻厲害的 如果想玩的話也可以去問問他 那另外一個話是... 點燃的虛空匕首 虛空匕首在上一季也是很熱門齁 也是蠻多玩家在吹的啦 尤其是那個...一個大陸玩家吧 那個小波 他就...我看他玩的也蠻不錯的 但是我也是勸你說這個技能 最好也是你有一點熟悉 有一點經驗你再去玩 如果是你對這個技能不太熟悉的話 盡量不要先去碰啦 考慮一些比較安全的流派會比較好啦 好啦差不多就這樣 那差不多今天介紹就到這裡了啦 之後幾天如果還有新的消息公布的話 我也會幫你們做影片整理齁 那今天這支影片就到這邊啦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謝謝大家 大家掰掰 我們一會見到這裡 來吧 等等 我來節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